歡迎回來 秋天的影展真的很多 台灣第一屆酷兒影展即將展開 他精選了30個國家60部影片探討 同性戀 雙性戀 還有跨性別等等多元性別議題 其中紀錄片《有限性關係》描述了1975年 全美國第一對合法同志婚姻 他們爭取權益 困難重重的過程 德國同志電影《Disco人生》描述父親知道自己的兒子是同志 邀請兒子的男友來共進晚餐 卻鬧得不歡而散 父子健要如何達成共識 兒子健要如何達成共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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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愛你 今年首次舉辦的酷兒影展共有來自30個國家60部影片 影展關注男同志 女同志 雙性戀 跨性別等議題 希望用更開放的心胸接納多元性景象 部分我是想藉由這些電影 就是其他國家的一些電影來做一個介紹 就是說同志跟其他人是一樣的 也可以結婚 然後也可以就是生存在一個非常平等的一個社會裡面 邱班蒂借以同志為主題的影展 策展人坦言他也承受不少壓力 開始在規劃的時候 我有一點點的擔心 就是說會不會被貼標籤 或是會不會影響到我本身的工作 那其實今年已經40了 我真的之後就沒有辦法想那麼多 我就豁出去了台灣 從跟其他亞洲國家比起來一下 比起來的情況下是一個相對來講開放的 還有自由的國家 所以他非常希望台灣有第一屆的酷兒影展 紀錄片有限性關係拍攝1975年 全美第一隊爭取合法結婚的同志 他們困難重重的過程 這個也是一個就是整個同志在這個社會裡面的一個發展吧 從被非常排外到可以合法結婚至少在加州 影展勝利台灣酷兒短片單元 鼓勵更多酷兒短片創作者 首部同志喜劇海倫他媽描述想要結婚的女同志 卻遭到母親強烈反對 我跟你說 你現在愛輸你的藝術機了 現在時代不同了 你媽我很前衛的 第一屆酷兒影展將在台北高雄兩地舉辦 未來計劃到其他城市傳達愛一樣的精神